剪輯影片的時候 如果你有使用快捷鍵 你的剪輯速度會有非常明顯的提高 所以這期影片就會教你 在使用Premium Pro的時候 你必須知道的快捷鍵 Hello 大家好 我歡迎光臨的頻道 我是 Grayson 每週我來這裡分享 社交媒體 網絡創業 以及跟品牌打造的內容 如果你也喜歡這樣的內容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把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就能夠結束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很多觀眾都告訴我 他們剪輯一部影片需要花很久的時間 然後我在問他們 是否有使用快捷鍵 他們都說他們不怎麼用 這就是你在剪輯影片的時候 效率低速度慢的原因 快捷鍵能夠很好的幫助我們 在剪輯影片的時候 省去多餘的步驟 用最快速的方法完成操作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開始重視快捷鍵 慢慢學習快捷鍵的使用 同時我也準備了一份 高效影片剪輯攻略 這份攻略系統化的整理好了 在你剪輯一部YouTube影片的時候 從開始到結束 你需要的所有步驟 如果你按照裡面的步驟一步一步做 再配合上快捷鍵的使用 那剪輯效率能夠翻倍 我會把下的連結放到底下評論區 大家可以去免費下載一下 首先我使用的是蘋果系統 所以如果你是Windows系統 我在影片裡面提到的Command 你可以直接轉號為Control 現在我來介紹一下 Premium Pro裡面的基本會來鍵 首先如果你做錯了一步 例如說我不小心刪掉了一個素材 那麼如果我想返回 那我就可以按住Command Z 返回到上一步 像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之前刪掉那個片段 就又回來了 但是如果你說我還是要刪掉這個片段 我可以按住 Shift Command Z 又執行了內部 還有就是複製粘貼 Command C 就複製 Command V 就粘貼 像我們也可以看到 我又複製了這個片段 接下來就是 如果你想要全選的話 你可以按住Command A 現在我就全選了所有的文件 然後就可以進行另一種拖動 再接下來就是Command S Command S 就保存 這個快捷鍵非常重要 即使Premium Pro有自動保存功能 但是有時候你還是必須要手動的保存 才會更加的保險 防止一些意外情況發生 接下來我給大家介紹一些 平時在影片剪輯的時候 經常會用到一些快捷鍵 使用這些快捷鍵 可以提高你影片剪輯速度 首先第一個快捷鍵就是 你鍵盤上面的左右鍵頭 你按住鍵盤上面的右鍵頭一次 你就可以前進一針 相反你按住鍵盤上的左鍵頭一次 就返回一針 這樣就可以讓你剪輯的非常精細 精細到影片的每一針 第二個快捷鍵就是鍵盤上面的上下鍵頭 上下鍵頭的功能就是 你可以快速的到達一段素材的開頭或者結尾 例如按住上鍵頭 就來到這段素材的開頭 我再按一次 就來到了上一段素材的開頭 相反的我按下鍵頭 就來到素材的結尾 我再按一次 就來到了這段素材的結尾 所以這樣我就不用手動的移動光標 可以非常快速的達到每段素材的開頭和結尾 第三個快捷鍵就是 用鍵盤上面的加號和減號 加號就是你能夠擴大軌道 減號就是你可以縮小軌道 這樣你就能夠非常的方便 如果你要仔細看每一段素材 你就可以按住鍵盤上面的加號 就可以非常精細 第四個快捷鍵就是 comment加加號或減號 comment加加號你就能夠縱向的拓展軌道 這樣你就能夠看到具體的內容 反之comment加減號就縱向的縮減內容 第五個快捷鍵就是波浪鍵 這個快捷鍵的功能就是放大所選的窗口 例如我想放大項目顯示區的窗口 我可以按一下波浪鍵 現在這個窗口就放大了 同時你可以放大所有的窗口 例如我想放大時間軸 這樣時間軸就被我放大了 如果想全屏所選的窗口 你可以按住Ctrl加波浪鍵 這裡的Ctrl在蘋果電腦上面也是Ctrl 現在我按住Ctrl加波浪鍵 像我的項目顯示區域就全屏了 同時你再按一次就返回 第六個就是剪切工具的快捷鍵 它的快捷鍵是C 你可以對你的素材任意切割 例如我切割這一段 然後你可以按住快捷鍵V 變成選擇工具 選擇這一段 然後選擇Delete刪除 現在這一段就被刪除掉了 同時如果你想對這所有的軌道進一切割 你可以按住Shift加C 現在就對所有的軌道都進一切割了 在我們剪輯影片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會忘記加入一段素材 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要在影片的中間裡面 再加入這段素材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按住快捷鍵A 現在就出現一個雙箭頭的標誌 我可以選擇這段素材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素材之後的所有的素材都被我選中了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移動這個素材 這樣我就有空間加入另一段素材了 如果你要反向選擇前面的所有的素材 你應該按住Shift加A 現在就可以反向選擇這前面的所有的素材 再繼續知道更多的快捷鍵之前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我點個讚 感謝你對我的支持 第八快捷鍵就是 波紋剪輯工具 Q和W 例如在這段素材裡面 我想要刪除這個光標之前的所有部分 我就可以按住Q 那麼剛才那一段就被刪除了 所以Q的功能就是 在你選中的這段素材裡面 它會按照你光標的位置 把之前的所有的素材都刪除 另外一個就是W W的功能就是 它會按照你光標的位置 刪除這段素材之後的所有部分 例如現在我按住W 我們可以看到 在這光標之後的所有內容都被刪除了 如果我們正常使用剪輯工具 我們需要有很多步驟 例如我剪切掉這一段 例如我在這裡做個切割 然後選擇V 選擇選擇工具 點擊這段素材 選擇刪除 然後再刪除掉這空白部分 現在我才刪除掉那段部分 所以 如果你能夠利用好波紋剪輯工具 可以非常好的提高你的速度 第九個快捷就是JKL J就是倒放 K就是暫停 L就是播放 向往按住J 我們就可以看到影片在倒放 當你按住L的時候影片就來播放 你可以按住兩次 它的播放速度就會加倍 現在是兩倍的速度 你可以再按一次 就是8倍的速度 倒放也是同樣的道理 第十個就是快速複製 蘋果的用戶按住Option Windows的用戶按住Alt 之前我們有說到 如果你想複製粘貼 你可以按住Command C加上Command V 但是我們還有更快的複製方法 就是按住Option或者是Alt 例如我想複製這段素材 我可以選擇這段素材 然後我可以按住Option 像我這很快的複製了這段素材 第十一個快捷就是 比例拉升工具 它的快捷是R 這快捷的功能就是能夠調整素材的速度 例如我想調整這段素材的速度 我選了快捷R 我把這段素材拉短 像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段素材的速度被加快了 你也可以把這段素材的速度變慢 我可以把這段素材拉長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段素材的速度被降慢了 第十二個快捷就是T 可以讓你快速的添加文字 在左邊可以讓你進行一些調整 你可以調整自形 可以調整自己的大小 還有顏色等等 第十三個就是 給素材加入出路點 例如我不想使用整段的素材 我可以為這個素材加入一個路點 加入一個出點 例如我想從這一點開始使用 我可以加入一個路點 它的快捷是I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選中了從這個點之後的所有素材 然後我可以繼續移動這個光標 例如我打算這個點之後的所有素材我都不使用 我可以為這個點加入一個出點 按住快捷鍵O 這個時候我就選中了 從這個點到這個點的所有素材 你可以鼠標左鍵按住這個畫面 然後把它拖入到檢視區裡 這個時候它就出現到我檢視區裡了 同時你也可以選擇單獨拖動視頻 或是單獨拖動音頻 在Premium Pro裡面 你也可以查看 或者是定制你的快捷鍵 你可以來到這裡選擇Premium Pro 這裡有個快捷鍵選項 這裡就會告訴你所有的Premium快捷鍵 這裡有些預設 同時你也可以更改快捷鍵 例如椭圓工具沒有快捷鍵 你可以選擇椭圓工具 你發現F7還沒有被使用 你可以選擇F7 老把拖入到這裡 現在你就可以發現F7是椭圓工具的快捷鍵 Premium Pro裡面有很多的快捷鍵 今天總結這些是我認為你平時會使用到最多的快捷鍵 我知道想要一下子記住這些快捷鍵是很困難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再回頭看第二遍這部影片 把這些快捷鍵都寄到紙上 這樣你就能夠在剪影片的時候 把這張紙放在旁邊做為參考 久而久之你就會形成習慣性的記憶 你就很難忘記到這些快捷鍵 大家也可以告訴我 你們是否在平時有使用快捷鍵的習慣 同時也別忘了領取高效影片剪輯攻略 如果你想繼續學習Premium Pro的基本操作 可以去看一下我這些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我點讚 如果你還想聊到更多關於影片剪輯的內容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把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